不法分子走私食油 食用油的勾当层出不穷 这次是直接将476公斤重的包装食用油 挤满零路轿车 企图越过马泰边境 走私到泰国 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局长阿兹曼指出 当局是在前天早上7点40分 在马泰边境附近布诺汉甘榜 截查一辆停在路边的可疑轿车 当时司机并没有在车内 执法人员查看后发现 车内的副驾坐和后座都塞满了一箱箱的津贴食用油 总共476公斤 价值大约1190令吉 当局已经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 调查这批走私食用油的来源 同时承诺会加大边境的监管力度 防止更多走私勾当 证明